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真的是太糟糕了 所以是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 别忘记缴税了 该怎么办 原来是这件事啊 我超紧急的 这你就不需要担心了 你拿手机干嘛 当然是用来缴税呀 只用手机 真的可以用来缴税吗 当然没问题呀 只要用手机下载支援财政部行动支付缴税业者APP 并注册成为会员 绑定信用卡或金融卡后 开启APP 扫描缴款书上QR Code就可以缴纳了 另外也可以用手机上QR Code扫描器 直接扫描税单上QR Code缴税 下载支援台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缴税业者APP 依序扫描税单上的三段式条码 完成缴税 听起来挺不错的 可是 可是 虽然好像很容易 但是我现在手上没有税单哎 哈哈哈哈 这你不用担心 你也可以使用电脑到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网站 点选定期开征查缴税 使用奇异凭证 查出税捐资料 连接到财政部缴税服务网站 就可以在家轻松缴税咯 你居然那么方便 可以缴什么税呢 只要是台北市的地方税都可以做缴纳了 另外行动支付的好处是 缴纳税款24小时全年无休 不用怕有突发状况 真的吗 这样我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待在家 不用浪费时间跑来跑去了 使用行动支付缴税方便又快速 让大家可以节省时间 实在有够贴心的啦 原来如此啊 谢谢你的帮助 让我学会了行动支付妙招 哈哈哪里哪里 行动支付轻松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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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